第四十题 由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现象 可以推测此化学反应产生的新物质可能为何 我们根据我们所学的反应 我们刚才写过碳加氧化酮会产生酮加二氧化碳 因为碳的活性大于酮 那我们就知道会产生二氧化碳 或者根据我们上学期学过的 澄清石灰水是用来检验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中 会产生白色混浊白色沉淀 这个白色沉淀白色混浊是碳酸钙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产生的新物质应该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 由澄清石灰水变混浊的现象 可以推测此化学反应产生的新物质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二氧化碳